同樣來自廣州市道運的好消息 中華棒球隊和美國一路激戰到延長賽 再突破將局致的時局上半 中華隊攻下2分 接下來林紫薇成功關門 中華隊中場5比3逆轉英球 取得小組賽2點勝 他們應該是跑壘15吧 或者是看錯案號 就是明勳殺3連那個 對啊我覺得那是關鍵吧 因為那個一出局然後二壘有人 其實對我就是還蠻 就是壓力比較不會那麼大 在這麼重要這麼關鍵的時候 然後在後半段讓我上去 然後那其實其實隊友都也不錯 都沒有放棄 那我們在就是從 就是大家都在這麼張力 高張力的比賽下 然後大家都堅持住 然後就是一條心這樣子 不管什麼比賽 當然是要以贏為優先 那我還是會要求內隆 或再來就是贏球 對 全力以赴 中華隊開賽就攻勢平平 一局上靠著安打串聯 取得2比0領先 比賽來到六局下半 中華 美國隊 勸中華隊後援投手控球不穩 一口氣勾下3分超前比數 不過其實上半 中華隊很快的頒平佔局 雙方3比3進入延長賽 在突破將局制的十至上半 楊戴軍和張明軒分別擊出安打攻回2分 此局下半林紫薇成功關門 中場中華隊就以5比3逆轉贏球 取得預賽二連勝 暫時排在B組第一 明天要對上捷克全力平晉級 テーテ 中華隊